上台来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要不然您不知道我们叫什么 非得这样吗 得介绍一下 得说一说我的名字 你们的名字 我叫孟赫堂 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 大明星 没有什么名气 大家不用鼓掌 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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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用 真不用 报边 干嘛呢 哎呀 在这边 行行行 客气客气得了 不要鼓掌 不要鼓掌 开玩笑啊 介绍完我了呢 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 这位老师就不一样了 我 我旁边这个玩意儿呢 他叫什么呢 他是 您先等会儿 什么叫玩意儿啊 我旁边这个呢 就不是玩意儿 他的叫不是玩意儿了 叫什么名字 周九良 对了 不要好听的名字 叫周九良 哎 不要鼓掌 哎 不用鼓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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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回真不用 哎 我发现你们还挺叛逆的啊 不让鼓掌非得鼓 是不是啊 哎 越发的叛逆了 周九良 周老师 谢谢大家 周老师来说 跟我 我们俩往这一站 嗯 我跟人家天壤之别 怎么呢 跟人家比不了啊 是吗 你从哪都比不了啊 对不对 从身份地位上 我跟人比不了 有什么区别吗 人家 人家这叫什么 人 你们可能对他不太了解 人家富二代啊 人家说家里有钱 对 我怎么跟人比啊 您老提这个 我富一代 你没法比 你没法比 就是您那点钱 就是给我了是吗 那倒也不是 什么意思呢 周九良他爸爸 我来说 特别佩服 您这不要卡顿 难免有些卡顿嘛 周九良他爸爸来说 我真是 太佩服了 说一遍就可以了 他爸爸 您过完瘾了吗 他爸爸 你爸爸怎么 最近 做什么手术了吗 他爸爸来说 那就真是有钱 有钱 家里都有钱 我 你看我 我怎么跟人比 我 北京城 房屋一间地屋一笼 人家周九良 大别墅 人家住着 就是住房条件 你说我师父住大别墅 说岳哥住大别墅 那就不叫别墅 那是人家自己努力 那叫二层小洋楼 人家周老师家那大别墅 可以了 十九层 你们见过吗 一栋 十九层的别墅 地上一层 地下十八层 这大别墅 这栋够深的呀 就你 你上边不让高 你底下还不让挖吗 对不对 地下十八层 是 那大别墅 那个漂亮啊 美丽 每次我一去 我感叹 感叹 太深了 这是坐电梯 坐电梯 往下走 四十分钟下不去 太深了 停电了 那种 这世界很枯 平时